在新鲜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的钱包当中恐怕少不了银行卡 今天的南京银行业首次参加了直播数值评议 本场的主角是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 最终得分为82.03分 赞列倒数第二 那么从这个分数可以看得出来市民对银行服务的意见比较大 就今天的现场报道 10月15号晚 南京市民王小姐在ATM机上存款时钱被吞了 但银行表示第二天才能来处理 情急之下 王小姐谎称取款机多吐了钱 结果银行工作人员神速赶来 类似事件发生过多起 市民通过撒谎才换来银行的高效率 令人遗憾 现场不少评议代表质疑 遭遇吞钱 银行什么时候才能换位思考 平等地看待客户的利益 我认为银行在处理吞噪吞噪问题上反应该慢 第一 我们所有的银行网顶在行这个ATM机 在营业时间出现吞噪吞噪的 必须要立即台湾机公司 第二 从10月1日起 我们成立ATM机应急服务小组 公行江苏省分行负责人承诺 下月起非营业时间的ATM机出现吞钞吞卡 最迟两小时内赶到现场 省农行营业部负责人表示 他们准备成立95599客户指挥中心处理应急事件 而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负责人也承诺 将在省内部分网点实行24小时紧急到位服务 两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 我们零距离节目曾连续报道过市民在银行存款时遭遇保险推销的事件 航风监督员也在调查中发现 银行代理保险业务不是个案 因为他们创造的服装和银行的自主非常相似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一些客户就误认为他们是银行人员 所以说买他们的保险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信任感 省农航营业部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进行了整改 不再允许保险公司人员到农航网点注点销售 我们会对相关证论进行严肃追究 并且提供客户来做好推保工作 除了9599以外 我们四分行还失留了一部单独的投诉电话 电话号码是84268608 银行网点排长队市银行的共性问题 有多位评议代表反映 遭遇VIP客户插队是等待时间长的原因之一 对此 三家银行负责人都表示 要确保没有VIP通道的网点不让VIP客户插队 公行还承诺 年底前他们将把所有网点的排队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 另外 市民之一声较多的还有跨行转账费和越调越高的手续费等 最终三家银行的得分为82.03分 在已经平易的八个行业中暂列倒数第二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